美國介入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他會發覺他有限制 他沒有辦法 在這個兵推裡面沒有推到的就是 美國的國內政治怎麼樣反映到 他的決心 資源還有介入的程度 這個是沒有的 漢光是馬上五月份要登場嘛 國安局沒有角色嗎 對 沒有 國安局不派人去參加漢光的兵推嗎 那我覺得這樣就有點說不過去 你不介入你怎麼知道兵推的狀況 漢光的兵器隊是一個正式的 連美方都會派人來看的 結果你們國安局勢不去看那很怪 就國安的角度來看 美國眾議院剛剛做完那個兵推嘛 你們有看吧 我知道Gallaguer他做的 那你感覺怎麼樣 那我們覺得就是 美國的友台議員對於台海安全情勢 非常的關心 你覺得那個假設真實嗎 各種兵推他都有一些假設的場景 那也有設定一些條件或是指標 所以每個兵推狀況都不一樣 他正設定的這些條件跟他得到的結果 符不符合你們自己在推的 我們尊重他們推演的一個狀況 你們有沒有推過 我們歸我們的 那他們是歸他們的 你們有沒有一直在推 有有有這都有 一直在推 對 今年推了幾次 我已經算不清楚了 因為我們不斷的開會在討論相關的狀況 那他這裡有有幾項結論嘛 我不知道這個結論跟你們 所推的有沒有一致 第一個他說美軍介入 所以他這假設就是美軍介入對不對 那介入到什麼程度 我在這邊我看不出來啦 不過他有提到說 大概集成80艘解放軍的軍艦 然後會有8萬名士兵成功登陸 你覺得8萬名成功登陸是什麼狀況 8萬名要多少艘的這個登陸艦上來 是 可能嗎 早上也有其他委員提問到這個問題 8萬很上那不得了啦 我們的部隊才18萬 主戰部隊18萬 陸軍 陸軍搞不好都沒有8萬 步兵都沒有 8萬登陸上來 這個是成功登陸啦 那被擊掉了不知道多少 對不對 而且是花多久登陸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兵推啊 好像沒有發多久時間就登陸了 你覺得可能嗎 這也是為什麼一開始我就會講說 你如果講可能的話 那真的在大家 沒有沒有 就各種兵推的條件真的都不一樣 那我很難 因為沒有參與那次兵推來評論他的結果 因為很多的內部的細節 會影響到兵推的結論 另外一個他說遠程飛彈 對 他又遠程飛彈打打打打 然後呢 他說美國的這個 遠程的引擎反艦巡弋飛彈也用光了 不夠 所以也沒有辦法再幫你什麼的 那 那請問一下 這個狀況你們有沒有模擬過 就是說 美國介入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他會發覺他有 limitation 他沒有辦法了 這你們有沒有模擬過 因為美國的介入的程度 涉及到美國的政治決心有多強 那這本身就是一個變數在 那什麼會影響政治決心 什麼樣的狀況會影響到美國的政治決心 比如說現在的烏克蘭也一樣嘛 對 美國沒有直接派兵介入 可是他武器介入 是是 他的軍援介入 對不對 還有情報的分享 國際政治情報介入 那 你認為美國現在的介入烏克蘭的程度 他的政治決心有沒有受影響 沒有我覺得 或者受到什麼影響 美國在進行海外的軍事情動 他有他的法規的機制 也有總統的職權 那還要配合到美國國內民意的討論 所以有很多 對很多層次不同的因素在 因為他畢竟是民主國家 所以你提到一個重點 就在這個兵推裡面沒有推到 就是美國的國內政治 怎麼樣反映到他的決心 資源還有介入的程度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假設他介入嘛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你們自己還是要推啦 推出來的狀況底下 或許你比較 因為接下來漢光演習會推啊 對不對 漢光演習馬上5月份要登場嘛 你們的角色是什麼 沒有這主要是由國防部所策劃的 那國安局沒有角色嗎 對沒有 在這個部分沒有 國安局沒有角色 沒有 你們自始至終這個 漢光都不兵退也不介入嗎 沒有 除非是國安會啟動 富安專人計畫 我們國安局才會出面 所以你們不會主動介入 因為這是國安國防部的計畫 那所以跟國安就沒有任何 直接見證的關係 只要國安會 你也沒有派人去參加嗎 一般來講 國安局不派人去參加 漢光的兵推嗎 那我覺得這樣就有點說不過去 沒有 這是政府的分工 那漢光兵推 可是漢光演習的兵推 如果國安都不介入 國安局你們重要的這些單位 你不介入你怎麼知道兵推的狀況 漢光的兵器兵是一個正式的耶 連美方都會派人來看的 結果你們國安局自己不去看那很怪啊 對 這是國防部的 所以局長我覺得你應該主動要捐總統獎 你應該要參加 國安局局長不參加 漢光的這個兵器推演 你就算在旁邊看也好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是屬於國防部的漢光 在漢光推完之後 過去幾年曾經做過 把漢光的結果再送到富安計畫來做推演 這是由國安會出面 這個時候國安局就要進入運作的過程 那如果你們國安局在他做 純軍隊的兵器推演的時候 去參與不是更好嗎 你就算觀察也很好啊 謝謝委員的建議 對不對 連美方都會派人來參加的啊 結果我們自己國安局 你們負責情報的 你們負責整個 整個國內外的情報環境 安全環境的 延期的單位 你們應該要知道啊 你只要知道說 他那個軍事的兵推裡面 我們的強弱狀況是怎麼樣 武器的使用要怎麼樣 對不對 這個你國安局應該要知道啊